大家好 今天是3月22日 星期一 市况已开始步入3月份的下旬 由于3月份剩下交易天不多 只有8天 即是整个大市会逐渐受到 职月期指转仓及结算相关活动所影响 下星期三便是职月场合衍生工具结算日 下星期二便是职月期指结算日 下星期一便是职月期指转仓高峰日 即是这个星期五的交易天 很淡的增持是会比较明显的 3月份的市直到现在这分钟 仍然是先高后低 指数由3号高位29,912点 跌至9号低位28,326点 即是今个月的波幅有1,586点 如果我们在这个波幅中间画一条线 就应该是29,119点 我提到这一点是想跟大家说 整个大市就在这个波幅中间走来走去 形态上、技术上都没有明确的方向 好像上星期四那样 指数收市那一刻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上 形态上、技术上都不知有一个玉市顶的格局 反过来到星期五 曾经一度低见28,737点的日中 即是这一刻走在12、15、10均线之下 技术上、形态上是属于一个玉市低位的形态 但是到底市况在未来这几天会发生什么情况 现在真的很难预计 但是我自己觉得 以上星期五收市指数在28,990点计数 暂时来说只是失手在20和50天线之下 事实上20天线在29,306点 50天线也是在29,290点 以指数收在28,990点计数 升380点已经可以回到20和50天线之上 移动线的走势和我说了 整个大市是处于一个等变之中 但是我又不是太担心 因为事实上整个大市根本属于一个高台的消化 大家理性点去看 整个浪的起步点是去年3月19日的低位 21,139点 去到今年2月18的高位 31,183,111个月 指数是升了1044点 暂时来说 由31,183点回落 最低就见过28,326 是跌回2,857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市值升了1044点 跌回2,857点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都是在2,857点的波幅里走来走去 是等变 尝试在高台上 一路整固而不肯录 理论上 技术上 是等机会向上推升 不过 现在面对 A股近期是比较反复 所以 是差点少少余人 上星期 新经济股持续整固 但大家有没有发觉 阿里巴巴走势转强 是转运 相对腾讯、京东、美团 以至快手来说 阿里巴巴表现不算特别差 好了 百度就快上市了 市场气氛是会稍为热一热的 只要买盘稍为集中一点 最少在一些个别大的成份股 或者主要的成份股 指数是有机会向上推升 不过有一点 都是有少少忍忧的 就是 近期来说 升市的时间 成交金额是缩的 反复的时间 成交金额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令到大市 暂时来说 那个动力都不太配合 或者整个三月份的市 大家真的不要抱大大的憧憬 因为由2月18日开始 技术上的市 已经进入了中期的调整 预算了4到6个星期 即是换句话 三月份迈到尾 如果真是保持一个先高后低形态 其实都不是那么差的一件事 因为刚才我说了 整个大浪升了1044点 稍微有二千多 或者三千多的回套 其实都不是很大件事 好了 早试分析 我就讲到这里